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新潮民頻道 格仔在這裏 Santino 郭靖彤在這裏 今天我們就要說拜登開到可話想見普京 與此同時法國總統馬克龍也願意做到美俄之間的擔保人 雖然以現在來說美國總統拜登所開出來的和談大前提 有些離驚叛道 看來也沒什麼可能發生 但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到美國以及歐洲世界他們的意願究竟是什麼 大家請記住 這些東西不是由俄羅斯總統普京提出 究竟當中包含什麼含意和談是不是接下來會進行呢 稍後回來我們就來分析一下 究竟今次的和平談判是否即將到來 當中又有什麼版本可以選擇 以及烏仔最終的命運又會是怎樣 再次我為大家報導 就是我們香港的港府並不承認BNO為旅遊證件 所以若然手持BNO的人在海外出事的時候 我們的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在這裏不妨找回自己覺得是自己的國家來尋求幫助 鑑於最近有很多港人都在某些地方中了陷阱 但卻有部分人是手持BNO來出境的 究竟應該怎樣應對這樣的情況 到底我們港府對我們自己的香港人在海外出事 遇到任何問題的時候 又應該怎樣尋求幫忙呢 而說到BNO 英國政府現在是怎樣看BNO 這些港人的豬仔身份呢 是嫌棄他們還是想加以利用呢 稍後也陪大家慢慢分析 再次為大家報導就是在一個西班牙的政論節目上面有名西班牙記者大力指責到在一個政治評論節目上面 那些代表資本主義 代表自由主義的那些時評 大力指責他們陳康冷調 還說他們為何那麼害怕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呢 既然你們說得如此不堪的話 你任由他就行了 這位西班牙記者說到你不敢回答我幫你回答 因為你們怕了社會主義 因為社會主義就是你們西方極端資本主義和放任主義的黑星 我們大部分都以為西方世界一定是支持資本和極端自由的 但是這位西班牙記者在政治節目上說這種說話卻受到大量的西方不同國家的廣傳和盛讚 所以我們才知道 要不然我們怎麼會知道一個西班牙文的政論節目有記者說這種說話 新聞的內容稍後慢慢為大家分析 與此同時德國總理索爾茨也在一本外交雜誌說了一篇文 就是也指到西方世界不停吹捧中美鬥爭兩極極端化這件事其實是不對的 索爾茨說到要接納中國不應該孤立中國才是真真正正的多元世界 反而西方國家不斷地認為自己的主義都是正確 就針對中國那邊要打擊和孤立的話才是大錯特錯 那為何索爾茨進一步 計算他外訪中國之後說這種說話呢 我們就一起分析索爾茨在外交雜誌上的篇文說有多大重點 子女行奸其實殞藏了很多 西方世界的弊病也看得出他多左右做人難 又要照顧西方任性主義的選票 稍後慢慢為大家報道 再之後我們就說說政府要收回粉底的高球場這個問題 一直以來很多市民都很關注 近日有媒體就訪問了香港高球總會CEO阿賴爾鑽先生 而賴山在訪問裡面就說到 如果政府硬要收回那些高球場的土地 哪怕只是一小部分 那些什麼歐洲巡迴賽 亞洲巡迴賽都不會再來香港搞 不知道這個算不算是威脅呢 我們稍後回來就說一下賴山這個專訪 在節目開始之前提醒大家 記得做齊新潮民三寶 第一寶就像我頭上的圖一樣 在油管找到新潮民2.0頻道 然後將它訂閱下來 在訂閱的同時也請按旁邊的鈴鐺和全部 才完成整個訂閱流程 第二寶就是如果曾經有訂閱過我們本台新潮民的朋友 也可以留意一下有沒有按旁邊的鈴鐺和全部 如果沒有的話也可以補按 否則平台方面不會轉用派發影片給大家 而第三寶就是在看完我們這段影片的同時 也不妨利用到不同的平台 例如多出來的電話 電腦等等 你要將我們的節目重播 由於新潮民受到平台的超級打壓 到現在大家都有目共睹 所以我們一定要呼籲大家做齊三寶 來作為應對策略 在這裡就有勞大家了 接下來就要說美國總統拜登表示願意見普京 而法國總統馬克龍也就著美俄元首萬一見面的話 馬克龍也肯走出來做這個擔保人 就在幾天前剛出訪完美國回到法國的馬克龍表示 如果將來俄互之間停火的話 就必須要考慮俄羅斯的安全保障 當馬卡龍說完這些話之後 當然就會被歐洲世界那邊大罵一番 在歐洲人的角度來說 為何在談到和談的時候要考慮俄羅斯的安全保障 馬克龍說什麼呢 其實冷靜點看下來 馬克龍也是在說真實的話 而他說得出這句話也是被罵了 也代表了當馬克龍訪美這段時間 法國和美國雙方的確有談過關於俄烏衝突的和談 而拜登也表態說他隨時都準備去見普京 我們先不要管拜老頭擺姿態 又說如果要談的話就必須要立即做到某些條件 先不要說這些 我們待會再拆解他擺姿態的動作 我們只需要單憑拜登說他隨時可以準備和普京聊天 只憑著這句話就已經傳遞了一個重要訊息 就是西方世界現在和俄老可以隨時聊天 大家雖然知道在俄烏衝突剛剛開始的時間 西方世界尤其是拜登曾經說過普京必須要下台 用這些強硬的說話來說話 那何解到今時今日 這個明明在他們眼中必須要下台的人普京 竟然成為了可以聊天的對象 大多數的時評都會覺得看來俄烏之間的和談都應該快到了 不過我們雖然知道其實距離和談還有一段距離 從拜登另外一句話說到他見普京都可以 不過先決條件就是俄軍必須要從烏克蘭撤出 這就是美國人開出來的條件 而馬克龍代表著歐洲人所開出的條件就是我剛才說到的那一句 必須要為俄羅斯提供安全保障 其實這句話 原外之音就是要美俄雙方必須要把歐洲的安全考量納入為談判的條件 這句話真的想過度過才說出來的 現在這群歐洲人都很害怕他們自己會做事 美國隔著大西洋當然隔岸觀火看得過癮 所以歐洲人所開出的條件 說到的這番話就是等同說到 俄羅斯我現在受理是屬於歐洲的一部分 之前不承認他在歐洲的 現在我受理 不過帶前提 你俄羅斯也想安全有保障 這樣沒問題 俄羅斯你不要再搞事 我們西歐和俄羅斯是同一個地方 大家都在歐洲 你俄羅斯安全時 我們歐洲也安全 只要我們歐洲風平浪靜無事無干 我們也擔保你俄羅斯 在談完和談之後不會再搞事 不過當然大前提就是 起碼要確保我們歐洲安全 才能滿足俄羅斯的要求 其實那個圓外之音是應該這樣解讀的 聽起來真的有點複雜 沒有辦法 外交就是這樣 哪有那麼容易達成這個所謂的和談 當然幾方面在和談成形之前 為上台聊天的時間 爭取最大的籌碼 所以在這個初步階段來說 雙方都會開出一些不太合理的條件 例如美國人要俄羅斯撤出烏克蘭 全面撤出那隻 這些聽起來根本也不可能發生 我們一定要認知到 上台聊天前 大家都會先開出這些 離天萬丈遠的條件 所以現在就說到 在不久的將來停火有望 那就未免說得太快了 莫說停火 現在距離雙方真真正正坐下來 來談和談 都還差一段距離 聽到這個時間 就等於說了等於沒有說 難道拜登和馬克龍所說的都是廢話 那倒不是 現在是一個這麼初步的階段來說 正如我剛才說到 都是雙方之間在互相探測大家的底線 又或者可以說到 雙方之間 現在只是表達一個可以談的意願 有這樣的意向而已 千萬不要小看這一點 我們只需要倒帶回去一個多月前 不是很久的時間 根本連這種所謂談和談的意願都沒有 就想也不用想 大家都想搞定對方為止 才收手 那為什麼美國人和歐洲人會釋出一個願意談的態度呢 之前我某些節目也說過 第一 表態得出願意跟你談 一般來說也走不掉兩個情況 第一 就是整個局勢 不是那麼對板 他們美國歐洲自己也受不了 所以要呼一口氣 尤其是歐洲人 正面臨著崩潰的邊緣 而除了想呼一口氣之外 第二個表達願意談的可能性 意識到自己打不贏怎麼辦 就唯有坐下談 就是這麼簡單 我們可以回顧一些歷史以我們中國為例 在50年代抗美援朝的時間 我們中國人民志願軍進入朝鮮跨過鴨綠缸的時間 在某一個階段 志願軍曾經解放到三八線以北的所有土地 那時候美國也開始提出和談 我們可以回顧歷史 就會知道美國當時提出的和談 為什麼要提出呢 有什麼目的 以及當時的態度是怎樣 我們可以從歷史看回 當時美國提供了兩個和談方案 第一就是美國本身的一個版本 而第二個和談方案就是所謂的亞洲十三國所提出的和談方案 聽起來有的選擇也不錯 但是如果把鏡頭拉近 看看當中這些和談方案的細節 就不是這樣說了 首先由美國人提出的當時的和談方案和這次俄污拜登所提出的條件有點相似 美國人當時說到所有的外國軍隊必須要撤出朝鮮的北部 這句話一聽就知道 外國軍隊的意思也就是包含到我們中國的志願軍 簡單來說就是要我們完全撤出整個朝鮮半島 剛才我們也說的 以當時的背景來說 我們的人民志願軍已經解放到三八線以北的全部土地 即是現在整個北韓的地區 在70年前同樣都是 在一開手的時候就叫對方完全撤出 所以我們可以從歷史看到這些劇本又再次重演 至於美國叫人離開 他自己又如何呢 他自己也不會離開 當時美國就說到他們美軍是得到聯合國的授權 所以他們是不需要接受這樣的方案 他們自己是正義之師 至於我剛才說到另一個版本的方案 也就是所謂的亞洲十三國方案 那個就好一點 起碼都是說到中朝兩方的軍隊不能夠越過三八線以南 就作為這個前提的條件 所以我們就看到70年後的今天 經過這些案例的參考就可以看得出 這些前提條件並不是和平的前提條件 而是談判的前提條件 至於談不談得成 談的時候又會提出些什麼呢 先不要理會 大家都要在談之前擺姿態 馬克龍如是拜登也如是 歷史再次重複 不過最少我們可以從今次的新聞裡面看到 至少現在雙方都有想談的這個意願出來了 美國和法國都說到差不多的話 就是等同露了餡 千萬不要只留意著 俄烏戰士裡面的局部戰或者地面戰 其實更加要留意的是 在金融、經濟、能遠的戰場上 那些才是真真正正的主戰場 當然這些領域上 誰吃虧、誰有好處 就不像我們從畫面看到真正的戰士 看得那麼清楚 不過看得不清楚還不清楚 法國和美國有苦當然自己知道 在金融、經濟、能源領域上 誰才是最吃虧的那一方 誰受不了 就是誰才表態到有和談意願的那一方 去到這一點 我們不如又來談談俄烏衝突最後的最終結果會怎樣 依我的估計 俄烏衝突最有可能趨向的解決方法 就不是靠打來解決 而是靠傾來解決 如果真的靠打的話 就只有俄羅斯把整個烏克蘭拿下來 打到他有氣沒有盡頭 完全毫無還擊之力 但是這個概率放在今天真實的環境看上來 出現的機會就真的很小了 既然俄烏之間 你又消滅不了我 我又消滅不了你的狀態的情況下 雙方都不能夠 將對方完全殲滅的情況下 打不動就唯有 那究竟這個所謂的和談會不會像歷史重演一樣 有一個美俄之間的版本 又或者有一個沒那麼辣的方案 就是歐洲版本 好像我剛才說到 抗美援朝時期都有兩個版本 歐洲版本依我看 就是比較合理 內容比較豐富的那一方 起碼他都會提到滿足俄羅斯的要求 例如我們剛才也說過 馬克龍之所以訪問完美國回來 說到如果談和談的話 都要將俄羅斯的安全保障作為考量範圍 結果被人罵到媽媽也不認得 所以可以看得出歐洲版本是比較冒實的 大家需要知道俄烏衝突之初就是因為烏仔在西方的慫恿下加入北約做美國人的馬前卒 因此北約可以利用烏仔作為一個前線根據地來騷擾俄羅斯 這就是當初大家衝突的最主要原因 俄羅斯就是為了保障自己歐洲的安全考量而發動到這次的特別軍事行動 因此歐洲的解決方案是有將俄羅斯當初所擔心的東西列入考量範圍當中 雖然要確保俄羅斯的安全考量之前是要確保到歐洲的安全考量 但是起碼有幫俄羅斯那邊想 因此歐洲和談方案雙方的目標比較接近比較務實 不過即使如此要達成真正整個俄羅斯戰事完結都還有一段路要走 很有可能期間也要打多幾場大仗 大家再拿一些談判的籌碼才能夠談到最終的方案 依我看那個最終方案最有可能就是一個新版的穆尼克協議 而最終烏克蘭的整體利益肯定是會被放到最後 甚至是完全不需要顧他的感受 烏克蘭很有可能會被整體出賣 不過以西方世界一直都這麼厲害到美化、裝飾等等的手段來說 這個新版的穆尼克協議 在表面上就不會看得出他們完全忽略了污仔 或者出賣到污仔的痕跡他們很厲害收息這些東西 也會寫到條款狠狠辣 我們到時看看可能在半年之後 他們雙方所作出的和平談判條件所簽到的協議 究竟會不會真的如我們所說以這樣的模樣進行 又看看會不會真的如我們所說到 大概不需要用到六個月的時間就可以簽訂和平協議 現在雙方越來越賣牙 美國那邊一定會繼續裝硬汗 假裝有立場 但實質上也不知多想鵝烏衝突完結 真的想到美國前後矛盾的樣子 看見也好看過戲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口不對心的好戲上演 就留待我們接下來的拭目以待 再讓大家報導就是我們香港的政府是不會承認BNO為旅遊證件的 我們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最近在立法會的保安事務委員會上指導 若然拿著BNO的人出了香港 去到其他國家有什麼事情上來的話 就應該找回他們覺得自己的國家來尋求幫助 這句話很有廣泛意義 為什麼呢 我們的會員正在研究選委界的議員說 最近在東南亞有很多港人不讓身陷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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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協助 其問題是有些人拿著些旅遊證件把BNO拿著BNO 如果拿著BNO的時候 去到海外出事的時候應該怎麼辦 因此鄧炳強、鄧局長才說這種說話 若然你自己都不承認自己的中國香港身份的話 不如你找BNO的主治國來協助你 而我們大家都知道拿著BNO人很想承認自己是英國人 很想全世界都承認他是英國人 所以既然他這麼喜歡扮英國人的話 他會不會用英文來尋求英國的領事館、大使館來協助 再加上任何非當地的人如果牽涉到任何人身安全問題 陷阱這些有組織有計劃的犯法行為 又或者在當地被拘捕的時候 這些都是去到領事層面的協助工作 所以如果你拿著BNO的時候 說港府無力來幫你 而面對著東南亞那邊的陷阱 有議員提出就是希望在航班上做出一些廣播 這些廣播就包括東南亞、尼華、柬埔寨、緬甸那邊的情況 留有陷阱的來龍去脈等等 這些資訊在航班上廣播的時候可能有警惕的作用 鄧局長就知道這樣的做法可能會有反效果 會很影響柬埔寨和緬甸當地的形象 雖然這些陷阱是令人發指的 但是我們不可以一觸桿就打一旋人 雖然國與國之間的建交 或者我們香港這個城市和柬埔寨和緬甸建交 就涉及很多人和很多不同的界別 就不可以因為有些台灣那邊的不法分子 那些害群之馬在緬甸和柬埔寨設立一些犯法基地 導致影響了任何旅客和經商的人前往當地的心情 也不可以因為這樣而影響了中國和中國香港和緬甸柬埔寨建交的關係 所以我們港府要做的是加強一些犯法意識的宣傳 讓很多人知道這個世界沒那麼大隻蟑螂隨街跳 不是你去到就可以創富 騙人的事業以為是一個人生的捷徑 其實是要你嘔吐 應該加強這些意識 而我們香港也加強了168的求助電話 Whatsapp和微信軟件的求助功能 雖然知道不論緬甸和柬埔寨 也有很多正正經經還建設的商人的華商 一直以來都協助那些地方加強緬甸和柬埔寨的貿易 加強建設和把新的知識和技術帶給當地人 我們做了很多事情 如果做這些廣播的時候很容易引發那些刺激人群 他們借意生事 在他們國家大搞破壞 實在是有負面的效果 在這裡我們新潮民盛贊鄧局長的果斷和看事情的廣度 其實從這些東西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保安局局長鄧炳強 他是非常明示理和面對BNO這些事情 他是黑白碧裏分明的 很多人就知道在最近香港 面對一些外國人手軟 面對一些外國活動就執法寬鬆 雖然我們新潮民不是政界中人 但是我們只能看到從我們的認知和分析 我們知道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要吃四方飯 要平衡 執法和保安嚴密要果斷 但是也要平衡 牽涉海外的活動和貿易 關係到這個社會上很多階層很多行業的經濟 鄧局長這個位置是相當有壓力的 要平衡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說到BNO這個問題 大家現在知道 面對著BNO這個旅遊政見我們香港是不承認的 而且鄧局長的說法是非常果斷 這件壁裏分明 但衍生了一些問題 就是關於香港的永久居民 或者非香港永久居民 在海外出市的時候應該怎麼辦呢 例如說外傭 他非香港永久居民 但如果他在海外出市的時候 尋求港府協助的時候我們應該怎樣呢 鄧局長就指到 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幫得到就會幫 而關於出入境問題的時候 在會議上也有人提到 另外就是關於有些申請免遣犯的申請人士 應該如何處理 因為現在的免遣犯的申請人士越來越多 而且他們也懂得利用香港的司法系統來進行上訴 來加強他們能夠越洋過來香港尋找商機尋找生計的機會 根據最近的司法覆核 袁仲廷拒絕了免遣犯申請人士的司法覆核 而不論那些申請人士會不會再上訴 其實入境處都可以將他們遣犯 是可以執行的 而有議員何君堯和律師就指到 香港是可以用這個機留名額不足 來送走這些遣犯人士的 而香港也有另外一些建設可以立刻拿來用 比如說香港最近經在病情下得到舒緩 防病政策很多人都已經不再需要去隔離性的醫療和居住設備 其實可以拿這些設施 讓那些申請免遣犯的聲請人士住在那些禁閉式的民營 反正這些設施都已經控制了 而且裡面的設施也是適合居住 設備優良的 是絕對可以拿來即時應用的 只需要在裡面加強保安系統就可以收留這些越洋過來的遣犯人士 但是當然在他們的角度當然不想 因為他們的動機很明顯 就是想在香港正常生活 來正常生計賺錢 他們一定會極力爭取自己 可以過正常的香港生活 而很多人關心到就是若然有這些禁閉式的民營的時候 會否重現當年香港收留越南那邊流離失所的人的情況出現 會滋生了很多犯法事件和社會問題 其實就不需要擔心 畢竟已經是很多十年前的事 第一 第二就是香港今時今日的科技和管理系統也得以完善 可以應付得到這些人在那邊的民營收留 另外一件事就是保安系統保安科技這件事也一生懸疑 有很多互聯網 有很多電子設備監視系統 是絕對可以處理到這些人 是可以令到他們不會有搞事的能力 反而若然很多這些 免遣聲請人士在一個社區裡面通街走 還有做一些法律以外的地下業務的時候 反而才會真的影響香港的社會帶來更多的問題 而香港作為國際都市也要照顧香港的國際形象 就是面對這些免遣聲請人士的申請 都一定要有一個合情合法的處理 所以要拿到中間線的時候 就不是很斷言一句說不讓他們來就不讓他們來 在法理上面 在國際形象上面 在我們自己的內部管理上面 都要拿到一個最好的中間線 而說到收留一些流離失所的人 又說到BNO的時候 當然要說一下現在英國的情況 英國早就已經難以他們的國力 再消化一些來自烏克蘭阿富汗流離失所的人士 而這些也是英國選擇脫勾的一個最大的動機 就是他們根本無法消化流離失所的人士 但同時間也使英國的工商界失去了很多便宜的勞動力 所以這個社會是充滿著不同的矛盾 現在失衛成就變成了當家 最近有消息公佈出來 就是來自香港、烏克蘭和阿富汗這三個地方的移民就是三甲 也說到拿著BNO去英國的人士的人士 是直逼烏克蘭流離失所走到英國的人士 把兩班人放在一起的時候很多人就知道 遲些如果一卡卡返回盧昂達的時候 會不會把BNO的人都踢去盧昂達 在這裡可能新潮民要給大家一個反高潮 其實在英國政府眼中 把香港拿著BNO的人 是跟烏克蘭和阿富汗的人真的分開的 為什麼呢 拿著BNO的人怎麼都會在英國洗一筆大錢 只不過洗乾洗淨之後 五年之後所謂的5加1 怎麼處置他們又是另一回事 雖然有國策打算在5加1 就是五年之後加強一些要求 來去瀏覽這些洗乾洗淨的人士 如果你想過了五年之後長期留下的話 你就要符合這些加強的要求 要求一定在資金上 學歷知識上 總之有利於英國發展的層面上加強監管 但是好像現在要提早加強這些申請 例如說在知識水平上 例如說在學額上 以及所需要的申請費用上好像都有所加強 現在英國就已經剛剛落實了 就是只要在97年7月1日之前在香港出生 你家庭成員有一個的話 你伴侶其中一個都可以為另一方伴侶申請BNO入英國 還有你的子女也可以申請BNO入英國 來加強鼓勵多些香港持BNO的人去英國消費 當然對英國本土熱言 香港人有些行為的確會使社會普羅大眾的正常民生運作 例如說有些香港的家長左右逢原式去報學校 一邊報這間的時候一邊回另外一間 看看哪一間條件適合和跑出來的時候就閃過別資 這些古惑手法對英國的教育界來說會變成了一種負擔 因為他們還沒試過應付這樣的情況 所以當英國想收緊移民的政策 拒絕這麼多流離失所的人也好 申請庇護的人也好 去英國的時候怎麼都不會搞BNO 因為BNO是為英國賺錢的 問題就是很多去到2020年的今天都已經說了12月了 去到今年2022年的年尾越來越多 很多港人從英國回到香港的跡象 不難指有些學校有些子女走了一年半載之後回來想入學的跡象 也有很多申請了BNO的人說要去的時候又沒有去的跡象 而黃人討論區那邊也有很多文章和感想 就是關於如何去英國中伏 不但去到武功開甚至連生活都成問題 在街上走也得不到人的尊重 還要被濕獲金 這些文章和感想在黃人的世界裡應有盡有 我們當然不想這幫人回來 最好就是無論去做些什麼都好 過了英國就不要再回來 更何況很多這些人都玩着福利司法系統 一邊霸佔香港的房屋資源一邊過了外地 就像郭卓堅那些人一樣 根本就是浪費香港米飯浪費香港資源 他走絕對不是人才的流失 是我們瘀血的清除 可惜這幫人始終都沒有什麼骨氣 遇到寒冷的天氣 遇到英國現在要點蠟燭和吃狗糧的經濟環境下 他們這個時候就會懂得說能屈能伸 數回來香港當沒什麼事 因此教育這件事就是唯一一樣支持那些頑固分子 就算生活多艱難 吃菊種吃乾吃井都要留在外國的原因 因為他們把所有東西賴到自己的子女 家裡父母如果不是含辛如苦 為了你的教育前途也不會留在外國 97年那時候如是 今時今日去英國的BNO人也是如是 就是無論移民之後有多失算 有多困難最後都要賴到子女身上 就說為了他們的前途著想 所以我們香港更加要起年輕人世界和教育的學校 更加推多國安教育 更加播多國歌 舉多國旗和嚴懲那些不尊重國歌和國旗環節的學生 逼他們去外國尋找所謂的教育和前途 然後每個人廣東話又不行 英文又學不行 更加不懂普通話 就全部不用回到我們中國的大市場了 再之後為了大家報導 在一個西方世界西班牙的一個時評節目上發生了一宗脆文 這宗脆文就是有位西班牙記者 他的名字叫Hosea Miguel 他就是一位社會主義的支持者 其實西方世界不是每個人都奉行這個資本主義 以及奉行這個自由主義不是 因為其實告訴大家 如果大家留意西方新聞的時候 西方早就已經察覺到這個世界的貧富懸殊 就是窮者越窮 富者越富 以及所謂的這個世界大部分財富都是歸入5%人群 掌握著大部分的錢 95%的人就過比較窮的生活 這些東西西方世界的人已經看在眼內 他們也歸咎於這個刺激的資本主義 所以其實很多社會的政策他們都奉行行社會主義的 他們自己也甚至當他們提高福利 那些勞工的權利 這些是社會主義的政策來的 但是西方世界就經常要將社會主義 等同成共產主義 然後等同成惡魔邪魔 稍後就會為大家再解釋一下這些矛盾情緒 這宗新聞就是這位西班牙記者 在一個西班牙的政治評論節目上發表自己的意見 這個政治評論節目就稱為意見cat 意見貓 就是加泰羅那一個比較多元性的政治評論節目 所以什麼人都想得去發表 當然想得去有這麼多份量 但是鼓勵多元的聲音 浩西米吉爾這位記者就走過去 跟一個自由主義的支持者的政客來政治評論 這位自由主義的政客當然是陳康濫調的 不斷地說到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才好 這個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是邪惡的 不斷地抹黑和紫麻這個共產主義 但是說的話就是來來去幾幅屁 又沒有來論述 慢慢政治評論就變成情緒發誓評論 就變成情緒互咬 終於這位西班牙記者就忍不住了 忍不住就渴斥他 就說其實你為什麼這麼怕共產主義 你為什麼這麼怕 如果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這麼不行的時候 你就不要理他 他也會在社會上消失的 如果他是不行不成功的話 你們這麼怕 還要天天天復日月復月年復年 世紀復世紀這樣 去抹黑這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因為你們這群人很害怕 你不敢回答嘛 我幫你講 這位Hosey Miguel這位記者說 我幫你講 你是最怕社會主義和共產這種意識形態會回來 然後將你們這些自由主義 極端資本主義者就嚴重地打臉 因為你們這群極端資本主義者 其實就是一直以來剝削這個世界 打著自由的旗號 就是弄窮者窮富者越富 你們累積財富就以大欺小 玩壟斷 玩剝削 所以共產主義就可以把你們打到躺在地上 起不起來 那麼這個政治評論節目講到這裡 就越講越刺激 那這位記者之後還開始講些什麼呢 開始有些理據來論述 這位Hosey Miguel就說 我敢問你 這個世界的生產力和財富是什麼人做出來的 就是窮人和工人做出來的 但是為什麼窮人和工人 他們所獲得的最少 為什麼坐在冷氣房上 坐辦公室的人 就會獲得最多 我問你公平嗎 這個世界的財富全部都是來自生產力的勞動者 也都來自社會上的工廠階層 南嶺階層 甚至他們之上的行政階層 但是管理階層的商人稍為玩一下財技 稍為玩一下商業技巧 就把東西炒到貴一貴 把價格武高弄低 我問你公平嗎 我告訴你 如果現在這個世界 所有藍嶺白嶺 如果這個世界所有工人階層全部一起 什麼都不做的時候 你們這幫坐在冷氣房的管理層 你們這幫商人 玩金融的人 你們什麼都沒得吃 你們創造財富的能力 創造生產力 是零的 還有什麼給你們玩買賣 這樣說 說到這裡的時候 可能很多人都覺得 西方世界買這套嗎 他們不買的 但其實不是 在網上這段影片得以廣傳 所以即使在西班牙時事評論的影片 我們都能夠知道 因為變成了國際新聞 網上很多人都紛紛走出來說 這位西方記者說的東西非常真 很勇敢能夠說出真話 所以一定要把他廣傳開去 要警醒殺人 反而在節目上支持西方的資本主義 講自由主義的人 陳康濫調只懂得紫麻 妖魔化和邪惡化 這個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 我大概告訴大家 西方世界是喜歡怎樣來紫麻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他們有往會說 每個人賺多少就擁有多少 這是公平的 但是社會主義就是 把你辛辛苦苦賺回來的東西 就要充公了 然後再平均地分配 所以根本就是跟賊沒有分別 根本就是奪惡 這個說法是一個最顯錢和最融族 但是又最能夠令到那些單純的普羅大眾 會不喜歡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一個說法 其實根本就不是 社會也沒那麼簡單 社會其實就是 一個人類的群體 就一定有能力高與低之分 這個能力高與低 可以說是一個先天的能力高與低 但是也可以看時勢 例如說社會發展的步伐 去到哪個階段 就會著重哪些能力比較多 如果時內運動的人就自然找得比較多 其問題就是 找得比較多的人建立自己的財富和勢力 就會累積起來 就會不放手 一時被比下去的人 就會相對難以 在起跑線上落後了 難以再翻身 就會越來越墮後 其實就要我們中國的新時代特色社會主義 為什麼大家聽到那麼多富豪 賺了很多錢的人都被人查 查他們有沒有走稅 還有查他們 有沒有因為他們的財力 封了社會上的入門門檻 搞壟斷 因為我們中國在社會發展的時候 是先讓一幫富起來 但是這幫富起來的人 他們有很多戀斬權位和他們的權利 就不想放手 想玩世襲 封了社會上其他有能者能夠上位的門檻 所以我們的扶貧攻堅 還有我們的打大鱷 就要把這些人拉下來 讓社會有更公平的競爭 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在西方世界當他們要行社會主義政策的時候 就是收富人很重稅 其實都是一種社會主義的政策 只不過你做的行為 個別可以屬於社會性 個別屬於資本性 但是你舉出來的旗號 人是很單純的 以你舉出來的旗號為你的身份和印象 所以你一舉共產兩個字的時候 經過多年的西方世界的文宣戰和歌影視娛樂的抹黑的時候 都已經等同了一幫賊 一幫邪魔 一幫極權分子 這些全部都是不求甚解的 膚淺大眾的一雙情願 這位西班牙記者 大有來頭 他不是只有一位記者那麼簡單 但他也報導體育也是一位歷史學家和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者 他這個節目說到最後 雙方已經不是理性討論 雙方已經是情緒互爭 到了最後這位記者甚至為了刺激對方還大聲說到 馬克思主義萬歲 史太林萬歲 列寧萬歲 勞工階層萬歲 革命患萬歲 來掩蓋對方的聲音 到了這個情況 這段影片是非常滑稽的 有網民在大事報道 這宗新聞的時候也引用了 美國有一位社會運動的領袖 這位社會運動的領袖 叫Angela大維斯 他很出名 他是六十年代在美國的黑人黑炮運動的領袖 六十年代的黑人黑炮運動 就是因為他們 這幫特別的人種 他們在美國的社會 受到排擠和敵視 非常嚴重 非常不公 所以他們建立一個自己的社會 建立一個自己的社區 有自己的制度 甚至是自己的境遇 是一個數以十萬計百萬計的黑人運動 當時為Angela大維斯說到 為什麼他自己承認自己是一位社會主義者 因為他問財富是誰做出來的 是他們這幫勞動的階層來創造出來的 但是為什麼刀砖頭他們出了力之後 他們所得的是零呢 為什麼那些運用商界技巧 運用金融技巧的人得到所有東西呢 他們發起這個黑炮的運動最主要就是 純粹想得回自己應得的東西 希望勞動階層可以獲得自己成果的權利 在網上也有很多人引用了 這位美國的運動領袖Angela大維斯的照片和話語出來 其實如果要說 以美國為例 到底共和黨和民主黨誰是比較接近 社會主義多一點 其實可以告訴大家 雙方其實都有自己的社會主義政策 在自己的政綱中 例如說共和黨那邊怎樣對他們的農民 的待遇 以他們優先 又或者是拜老頭那邊 怎樣給福利的那些 少數群眾 移民 甚至怎樣刮那些富人稅 這些都是社會主義的政策 所以其實時代去到今時今日 就不是在一戰二戰年代的時候 是意識形態那些 刺激政策 無論是極端的共產主義 或者極端的資本主義 的爭鬥不是這樣 而是取百家之長 互補長短 就等於我們中國 在這個世界的列強裡面 如今我們中國 終於輪到我們的冒起 但是這次我們的冒起 絕對能夠行得更加行穩致遠 當然我們中國人幫回中國人這件事就當然了 但是最重要 就是這個世界太多列強 都走得太多冤枉路 我們太多 錯誤的例子可以參考 所以我們中國今時今日行的 這個新時代特色社會主義 就跟西方那邊這麼多年來抹黑的 蘇共政權 等於邪惡發生的那個版本根本完全不同 假意時日 國際社會就會從我們的公職和建設 再加上自己抹黑 他們就會看得到 再之為大家報道 就是德國總理索爾茨 最近就在一篇外交的雜誌上贊文 贊文就說到了 其實中國就算強大也不應該把中國來孤立 甚至不應該對他們進行限制和針對 德國總理索爾茨 用這篇這樣的專題來贊文的時候 大家就想 他會不會引大家進去看之後就暗藏對中國的指責 今天就為大家分析一下他這篇文其實意義也很深遠 而且也揭示了他們歐洲人真的左右做人難 首先索爾茨就有幾個重點 就是說到西方世界不停吹噓 應該是說美國 就是現在國際秩序出現了兩極化的時代 所謂國際秩序就是 就是美西方所建設出來的他們覺得認為對的秩序有利於美國的秩序 然後就是自從中國的強大對美國建設出來的秩序有所衝擊和挑戰的時候 所以故意要兩極化 將原本美國設下的秩序視為正 中國的挑戰和改變視為邪 這就叫二元分化了 索爾茨認為是不對的 這樣就會引發新冷戰 沒有人喜歡新冷戰 對新冷戰這件事德國甚至感同身受 因為德國也是在美蘇冷戰的時代處於一個關鍵性的位置和角色 如今這個世界都不停吹噓 到底是美國能夠繼續霸權 還是中國冒起取而代之 這種觀念其實也是不對的 所以說中國的國家國力的崛起 才是真真正正能夠做到這個世界的多元化 當然關鍵也要看我們中國有沒有心去稱皇稱霸 我們中國一定是表示沒有的 看看索爾茨自己理解是怎麼看的 很多國家尤其是親美那些都覺得 隨著中國的崛起 應該將它孤立 甚至不停針對和為它設限 設制裁 索爾茨認為不應該因為中國的國力強大和崛起 而找這些為藉口 來將中國孤立和針對它 當索爾茨說西方列強純粹找藉口 來孤立和制裁中國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在言辭上說得很明顯 明顯就是西方世界只不過怕了中國的崛起 挑戰到他們的地位 所以就找藉口來指罵中國 甚至對中國進行設限 另外索爾茨說到了 回想回到冷戰的年代 美蘇冷戰 美國這個冷戰是一個主導的國家 他也贏了這場冷戰 從那個年代到了現在 都是吃著那個時候勝出冷戰的紅利 而中國就是在近代不斷地成為世界重要角色的參與 所以根本就不應該孤立中國 應該找中國一起參與 這個世界才真真正正做到多元化 而其實他沒有說的就是他們歐盟 以法德意為首的歐盟 其實也很想建立自己的一方勢力 讓這個世界能夠真真正正實施多元 多元就不只是中美 其實歐洲也很想戰略自主 有自己的話事權 有自己的地位和角色 但是他也在說這些話的同時要包包底 他就說到了 中國也不應該因為恃著自己國力的上升 而成為了他稱宏稱霸的理由 中國不應該行使霸權 甚至霸權的角色 來驅使亞洲順從中國 其實他說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他根本就怕了中國 他就是怕中國 好像美國走美國的舊路 隨著國力的上升的時候 能夠建設一些以中國為首的秩序 索爾茨說這個世界 但是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應該成為了大國的後花園 就是說索爾茨就不是有心在這句話上來討論中國 其實身為一個弱國 或者應該這麼說 身為一個沒有中美那麼強大的國家 他們很害怕 就算美國下台不成為這個世界霸主也好 也不想變成另一個新冒起的大國的後花園 他們想有人尊重他們的意思 而這句話會不會討論中國呢 其實不知道 因為我們中國根本沒有意圖去清皇清白 也沒有意圖去把任何小國視為後花園 要操縱他們 要干擾人的內政 我們中國絕對沒有這麼想法 如果沒有這麼想法的時候 這句話就不是針對我們 其實就是針對美國 只有美國這個國家才一天到刻 想著把其他小國變成他們的後花園 索爾池說得德國也好 歐盟也好 都是希望和中國發展一個對等的關係 對等的貿易和對等的競爭 但是回應到索爾池之前 去出訪中國之後 他回到自己本國 他告訴本國的人民 他說過什麼 他說的版本就是 索爾池說我和習主席說過關於要中國更加開放 更加具透明度 不可以太保守太保護自己 中國要更加表明自己會符合國際經濟和政治體系的標準 如果國與國之間有一個對等的關係 要公平開放地建設貿易關係的話 中國要更加開放 而中國如果更加開放的時候 就是一個能夠國際發揮影響作用 讓世界的貿易關係更加公平和開放 他說中國在這方面太保護自己 其實這件事也揭持了美德的關係 雖然美國其實是一群老粗 本來沒有什麼技術和知識可言 想當日回到幾十年前 其實歐洲的科技非常強 歐洲的科技和知識領域 但是可惜他們不具備一件事就是大市場 所以美國就運用市場的能力 用財力來侵吞了很多歐洲那邊的技術和知識 也搶了很多歐洲那邊的人才去美國 所以才有美國發展得很強的假象 其實發展得很高知識水平和高技術 是歐洲先走的 如果中國是完全不顧自己的國家安全地 無條件開放的時候 德國那邊也會把他們的知識和技術 希望在中國建立一個自己說的事的關係 甚至開始逐步滲透中國 然後在各行各業各個界別 在社會裡面影響劃亂人心 以前未能夠成功用這方面來控制美國 讓美國玩回頭 如今希望能夠影響到中國 這些就是他文章裡沒有寫大心想的東西 但是如意算盤會不會打得響呢 我們中國是否真的在各方面的知識 開發創建和技術的領域上 落後於歐洲絕對不是 我們中國有後來居上的跡象 另外就是所以詞也要藉著這篇文 多番強調到他來到中國 是有就著人權的問題和自由 然後向習主席說話的 當然這些我們全部都看通了這些 西歐他們的政客的慣常套路 就是如果索爾茨也好 歐盟理事會主席也好 來完我們中國進行外訪的時候 回到總要說的另一個版本 來照顧自己的票員 因為原來歐洲那邊 他們的政府真的是多黨制 這麼多的黨一起出不同的人選來建立一個政府 卻是很有多元的聲音 其實就是互相制衡 導致他們停滯不前 諸事不順 所以索爾茨寫這些文章的時候 起手和中段結尾都是為不同的人 不同的政治立場來照顧 一定要補一句有就著人權和自由 向中國去查問和表示關注 還要說一句索爾茨說 我有直接跟習主席說 就是這個世界人權和自由是國際標準 不是一個國家的內政 所以作為聯合國的每一個成員 我們都會關注這個世界任何一個角落的人權和自由 這些行業 索爾茨短短的一篇文 是來完我們中國出訪之後 就在外加雜誌上寫 但是其實就表示了很多東西 我們看不是看別人說的東西 不是看別人寫的東西 我們要知道一個人 看清楚一個人就是聽他沒有說的東西 以及看他沒有寫的東西 而我們中國外交部也有回應 我們中國外交部貫徹我們一貫中國的立場 我們中國的立場就是做好自己 然後為及世界 我們中國是世界和平建設的一份子 為世界進行貢獻的一份子 維持國際秩序的一份子 這件事世界是有目共睹的 而我們中國在決定子的外交上就是有獨自主的一套策略 西方世界經常強調就是中國這個帶來世界的威脅論 這件事就已經開始斬不住腳了 這些也是西方世界的劣質民主的做法 就是不斷地在新聞媒體製造假傷敵 製造邪魔來挖亂人心 這個世界就是有一群人吃飽飯沒有東西做的 平時最喜歡看一些花綠綠新聞不像新聞娛樂不像娛樂的資訊 他們看得最開心 任何上一代的創建 和努力的艱辛衣食住行 和生計他們不放在眼內 所以使得劣質民主帶來了兩幫人 一幫就是現實和務實 形形逆逆更生活的人 另一幫就是吃飽飯等排泄 平時喜歡看吸引眼球的劣質民意 西方世界需要照顧這幫人 因為這幫人最喜歡出來投票 我們中國外交部無寧表示 若然限制中國的時候就是西方世界的損失 因為不符合這個世界任何國家的利益 中國如今就是120個國家的第一大貿易夥伴 市民如果限制中國的時候 然後明年會有多廣 中國外交部也表示 如果限制中國就會造成這個世界的脫鉤和斷鏈 西方世界要建立這些高牆小丸的主義 最後受苦的指會是他們自己 高牆小丸也有一點暗風德國那邊的情況 最近美國和歐洲就出口去中國的鋼和鋁來撤關稅 加關稅 中國是表示反對的 因為這些行為就是單邊加稅 單邊加稅正在違反正常和國際貿易的規則 不利於建設世界的貿易關係 但是大家也看到了 就是為什麼西方世界可以公然和隨時隨地改變他們的規矩 在任何單邊的行為 自己在加關稅 一些不利於公平貿易的政策 其實這些國際組織國際規矩是不是形同虛切 還是根本從來都沒有重要過呢 或者國際國與國之間的角力從來都不可能達到真正的和平 因為大家都想稱皇稱霸 國際規矩和公平貿易會否只不過是一個過渡性 誰能主著這個世界公義和免受入侵 會否說到最後 其實都是只不過要看一個國家的壓力和實力有多強 我們只知道在西方世界極端資本主義下 和我們中國的新時代特色社會主義下 事實勝於紅便最後是看結果和建設而已 但是這個世界卻有些人輸了會打橫離 就算揭起這個世界再一次的第三次戰時的風波 他們都在所不惜 再之後我們就說說政府要收回粉嶺高球場 32公頃土地的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一直以來都是我們港大市民非常關注的事情 近日有媒體就著這個問題 就問了香港高球總會的CEO 賴尊先生 接著賴尊先生就發表了一系列的偉論 就說到如果政府真的收回粉嶺高球場的一小部分地方的話 那些什麼歐洲巡迴賽 亞洲巡迴賽 意思是指那些在高球界的國際城市 就已經確實表明不會來香港去比賽 還說到代表著我們香港有60年歷史 有一個叫做香港高爾夫公開賽 都不可能再選擇在香港進行 接著他還提到這些國際城市 就會流失去到新加坡 泰國 等等的亞洲國家 最嚴重的賴山就說到 這樣做的話 我們香港就很難說好香港故事 聽完賴山說的這番話 我真的打了個凸 首先我很佩服賴山的想像力 現在政府說要收回高球場的面積 就只是佔高球場面積的32公頃 而在公屋的面積 更加只有九公頃 原來這九公頃的用地 就可以被賴山串連到影響說好香港故事 大家說是不是很神奇 我開始聽賴山說什麼歐洲巡迴賽 亞洲巡迴賽 對於一個普通平民來說 我就不太明白這些巡迴賽 是有什麼特別之處 而賴山口中所說的這一類國際城市 相信很多香港市民也不稀罕 因為本來高爾夫也是一個小眾的運動 在香港來說 再說下去賴山把這個收回高球場 又說到會憂慮人才流失 又說會流去新加坡 泰國等等的亞洲地方 賴山知不知道 人家新加坡收回這些高球場的手段 是比起我們香港政府強硬十倍也不止 經常有人把我們香港跟新加坡比較 因為大家的面積差不多 人口也相讓 同樣都是國際化的金融市場 同樣都是國際化的金融中心 新加坡也遇上很難找地的起樓這個問題 而本來新加坡 有20幾個差不多30個高球場 而他們未來的規劃 會在2030年之前 就會收回至少11個 用來起住宅 即是佔了新加坡的高球場 超過三分之一的數量 而新加坡收高球場來起樓 又不像香港政府那樣 只是收你某一部分 人家是整個高球場收了 那有沒有因為這樣收了高球場 影響了新加坡的國際地位 另外又有沒有收回高球場 引致到新加坡的人才流失 當然這些事情賴山就不會說了 另外賴山說會影響我們香港的國際地位 又或者影響我們香港的高球運動發展 那麼我們香港和新加坡那些所謂什麼高球地位 本身在國際上都沒有什麼國際地位 例如有熟悉高球界的人士 之前就受過訪問都說到了 高球界裡面的PGA錦標賽 一連四個大賽事 例如那些什麼美國高爾夫公開賽 這些真真正正在高球界觸目的城市 都不在亞洲搞的 而賴山就說到 如果這樣收回高球場 又說搞的那些賽事 最低標準 就要這樣講一大堆條件 如果說到收回來起樓的話 球場小了就不符合標準 賴山真的姓賴 他說到現時我們整個粉嶺的高球場 共有三個十八棟的球場 其實政府要收回的那些面積 佔了三分一都不夠 只是一小部分 就算影響了其中一個十八棟的球場 也還有兩個 如果因為這樣 就遷路於政府 不來搞比賽的話 那些錦標賽 要不要也罷了 現在我們香港一年 才搞多少次的這些所謂的國際城市 人家新加坡泰國 大概在這個高球運動上 一年才搞一次的那些城市 如果你說到 要為了他那一次半次的城市 犧牲我們能夠建公屋的地方 這個是損害我們市民的利益 再說 賴山又說到 粉嶺高球場有超過一百年歷史 這樣收回 很大損失 但我們飛去新加坡那邊看看 人家何止一個球場有過八年歷史 收回幾個球場都過八年歷史 為了發展 有時候沒辦法 以前香港百多年前沒有那麼多人居住 你百多年前出旺角 和現在出旺角 都兩個世界 就好像現在賴山你住的那層樓 我拿回一百年前的價錢給你買 你也會覺得不合時宜 雖然說是收回一部分的球場 但是不代表整個球場都沒有球打 況且我看賴山所說的香港高爾夫球公開賽 包括他先前所說的歐洲巡迴賽 即是說到 不會來我們香港比賽那個 雖然不是從來沒有華人奪冠 但是能夠在這個歐巡賽奪冠的華人 都只有一個 還有台灣省的同胞 另外香港公開賽也是一樣 華人來說只有台灣省的同胞是奪冠的 我們香港從來沒有拿過好成績 如果你說想保留 你那麼厲害 就打一次冠軍 爭取到好的表現 告訴大家 高爾夫球在我們香港是有得發展 如果不是 那些什麼歐巡賽 亞巡賽 或者香港什麼高爾夫球公開賽 就變成了連連放在我們香港 是幫那些外國來搞 自己就沒有份增標 你說這個運動 值不值得我們港大的市民去支持 不是 說得清晰一點 應該是值不值得我們港大市民 要犧牲起樓的土地去支持 還有一些宜藏民去外國 暫時會回來香港打球的朋友 以往這個病情之前 他們打球的規律 或者是慣性 就不只是在香港打 因為現在回內地都非常方便 其實有很多朋友 就在大灣區周圍走 中山深圳 珠海 甚至乎上到廣州去打球 如果你說到將來我們香港的高球要發展 可不可以創新一點點 將我們高球的發展方向 看看有沒有跟大灣區方面一起去發展 如果我說要我們香港去舉辦一些 高球的國際城市 在未來也不只是我們香港去舉辦那麼簡單 整個大灣區一起去舉辦 相信那個聲勢會更加浩大 對高球的發展更加有幫助 所以看了賴山的這篇專訪 實話實說 高球場收不收這個問題 不要再將他和我們港大的市民利益 捆綁在一起 大部分的市民 都是想康居樂業 希望我們香港有足夠的供應房屋 有足夠的土地去建房屋 那些什麼高不高爾夫 我就建議賴山貼地一點 有空乘坐多兩轉地鐵或者巴士 感受一下平時打工的生活 如果他想發展這個高爾夫球運動的話 不如想想怎樣將這個運動 可以降低參與的門檻 讓大部分的香港市民都玩得好 今天我們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臨結束之前提提大家 記得做齊新潮民三寶 還有就是分享 讚好 留言 訂閱 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還有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拜拜